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说实在我们不希望打仗 但是政客就是这样搞了 那我们只能承受嘛 对不对 那反正互盘就是交给他们啊 就像我今天告诉我的会员 政治盘你也不用想太多 对不对 那12点过后应该会 国安基金会进来 所以当然就把握机会 所以12点过后我们就买股票了 就买股票了 今天就还杀了200点 真的啦 有时候想想 没法度啦 这个对不对 当官的罪大 当官的罪大 对不对 就像今天盘 本来早上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呢 这个有点假 有点假 就一直杀 因为卖押嘛 因为真的演习大家还是会怕啦 那你说外资他们还是会卖啦 对真的外资 被动型的外资 因为每家公司的政策不一样 对不对 外资他们还是会考量到政治的风险 你说台湾人不卖 对不对 外资还是会卖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外资 但是每家公司他们有他们的政策 对不对 战争的风险 绝对是要考量的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越杀越深了 最多跌231点 但是12点过后嘛 我说就是买股票的时候 从跌231点拉 拉到变74点 但是 说真的我是觉得不满意啦 今天竟然没翻红欸 你国安基金认真一点好不好 对 其实今天我在想 我们做股票的 应该要成立一个 对不对 台湾股民党 真的不要给这些政客恶搞啊 有时候真的 你说真的很可怜嘛 各行各业 你说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 那些养殖业或者说食品业 或者说你说合一 这次要申请大陆的药证 那当然 绝对会有影响 我讲白一点 绝对都会有影响 两样的关系不好绝对都 或多或小都会有影响 但是你说合一不好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算说 这几天合一跌嘛 当然盘不好一定跌嘛 这很正常嘛 但是你说它结束了嘛 我认为也没有结束 当然最新的资讯我也会掌握 你也不要最高杀地啦 那只不过说真的 我们看到这样子 对不对 没办法 那我们自己就要坚强 做最正确的事情 你不要最高杀地 你买好的公司 这次演习的结束 绝对是财富重分配的开始 为什么敢这样说 我说 对不对 美国股市 讲难听一点 我昨天也秀给各位看了嘛 对不对 这半年线 这画得比较清楚 这条蓝色是半年线 NAS得到半年线 费半年也快到半年线 我问你台北股市现在在哪里 台北股市连季线都没到 今天首月线就说好厉害吗 根本就不厉害 根本就是胡搞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要 至少也要在这边吧 南韩股市在哪里 南韩股市在哪里 南韩股市人家也在季线之上 季线之上 台湾的产业好 我们跟南韩比较相近 对不对 我们都是电子的大财阀为主 他们是大财阀 我们是大公司 台积电嘛 好不好 你说 好了我们至少要到季线嘛 现在季线多少 季线是这一条 今天这一条 一万五千四百零八点 你至少正常也来到一万五 那因为一个裴洛西 你这样子打下来 因为一个裴洛西 很多股票又多跌了 说真的 我个人是觉得很不高兴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高兴 我相信做股票的人 应该也都是非常不高兴 除非放空的 但是放空的 我想这几天也不一定讨得到便宜 据说嘛 放空的老师 常 常常被强制回补 是在高档 这边强制回补 是在高档 所以我说真的 不是说放空不好 有时候说 除非说你是真的 这个盘要崩了 这个 怎么讲 以后都没行情了 你要放空 其实放空 你空股票也不一定好做 对不对 他给你强 大盘跌 他给你强制回补 也是回补在高档 你放空的 一堆放空老师 对不对 空长龙行的 空强制股 也是被嘎 也是输钱 等到你被强制回补了 拍谁他才跌 也不关你的事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如果放空 你可以说真的 台北股市 你可以去做一些避险 但是现实还不是放空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毕竟你半导体还没走完 车店没走完 这一波多头没有走完 只不过说 就是一些政治 什么俄乌战争 美国的联准会 这次又来的裴洛西 都没法到 但是你说 你看趋势的人 你应该很明白 费半 next day 我昨天念一念 这个也都到半年限了 日本股市 这是年限 对不对 亲爱的同学 这是年限 这是年限 那如果说台北股市到年限 要到多少 年限是一万 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一点 我跟你讲 不要以为不会来 接下来民进党政府很厉害的 这次给你再洗一次 完了之后 说不定真的接下来拉 拉到年限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台积电没有不好 对不对 台积电绝对还是很好 美中都要 大家抢着要 生意还是很好 所以你说台积电会不会来这边 这边我觉得是基本的 因为来到年限 我都觉得有机会 因为日本股市到年限 我这样讲的技术分析合不合理 对不对 日元贬值啊 日本的经济 有很好吗 嗯 对不对 但是日本股市是在年限 这是年限 请各位记住 所以 我为什么这几天我也不跟你讲什么技术分析 我讲的很简单 技术分析都是骗小朋友 如果你相信那种技术分析的老师 我只祝福你 对不对 有些什么用指标用软体 天天这边转 那边转转转转 转到后面赔了一大堆 我也不敢讲 是不是 你做股票就是找对的产业 筹码又要对 有大鱼债 高成长的产业 未来很好的产业 不是找现在 哇每个都跟你讲很好 当然现在很多股票被错杀 你也不要杀低啦 我只能这样跟各位报告 因为外资也乱搞 投信更会乱搞 这两个难兄难弟 最会追高杀地就是外资跟投信 对不对 还有一些老师嘛 每次都买在历史高档 你只要抓住筹码 像说国安这个台银证券 在东森用的图卡 你看这买的是谁 国安基金 他买那么多台积电 这边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边杀 这几天杀在地毯也是蛮有趣的 你看他买了 这边买了户盘户盘 这边应该不是国安基金的账 这边应该是官股自己的买卖 我觉得也蛮佩服的 哇这两天大买 然后这边又杀在地毯 但是这边其实 有些进出应该是国安基金的 你看前天吧 应该是前天那边 就买了很多了 对不对 买台积电也是对啦 说实在的你说你要去买一些其他的公司 我是觉得不如就买台积电 因为毕竟台积电算是电子之最上游 电子业的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一个关键的公司 上游你所有东西都要晶片 更高阶就是台积电 当然你们也可以买台积电 我当时说你们比较保守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叫各位买台积电 四百多块 对不对 那时候什么议员教授 说台积电三八能八 说实在的这些财经学者 真的 有时候我看了都会笑笑 我们是学工程 我说我是学工程 我只相信工程 产业 什么东西很难做 什么东西是未来会好 不是你看什么GDP数字 什么 什么 什么采购经理人 什么PMI 什么有的没有 那些都落后指标嘛 对不对 经济数据 是真的吗 CPI那些都是可以修改 都是可以找不同的 对不对 不同的标的来修改 唯有什么东西不变 你做的东西人家要 你做的东西是未来会大好的 那只有你做的出来 别人做不出来的 那你还会不好 对不对 就像法拉利一样 你讲白一点 经济不好 法拉利还是有人抢着卖 那什么限量版的 对不对 你看那什么谢霆锋 还什么 人家后亚郎 你要买了几十台法拉利 你才可以买那个限量版的法拉利 是不是这样 台积电就是法拉利 这个没办法比 Intel 天天骂台积电 还不是要找他 对不对 三星每天 说我三奈米 什么领先市场做出来 拍谁 为什么高通 为什么NVIDIA要转单 为什么苹果不敢交给三星做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那你安全台积电 那你要快的创意 OK 或者创意第二 或者你说四星也可以 或者精彩 相关的都可以 泰森也可以 对不对 台新科也不错 还有其他相关的也不错 各有各的一个立基在 但是 IC设计 绝对是会最凶 所以创意 为什么我 要来回的做 你了解我的意思 多欢迎你 多欢迎你 我觉得真的 设非那就设吧 对不对 也不用多说什么的 反正这个 我们改变不了政治 那我们就知道 对不对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思维 你那时候 那时候台海危机我也没碰到 那时候应该在当兵 那时候在当兵 但是后来退伍后 你看到 台北股这三万点 很多同学那时候 做股票都赚很多钱 对不对 所以每次 每次 有政治危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台股重分配的机会 你不要现在不敢买 到时候涨上去了 你要再跟我讲 老师可不可以买 那 那 那是你家的事 我只能说 那是你家的事 对不对 其实很多股票这边 真的我个人是觉得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而且真的 都是有倍数的机会 都是有倍数的机会 好不好 自己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就像说 今天我看那个 网络有个留言吧 也蛮有趣的 有个留言蛮有趣 说 非但怕什么 对不对 这个高房价 高物价才可怕 对啊 讲实在话 非但怕什么 对不对 反正我们也走不了 对不对 好 你现在逃到美国去 你现在逃到 逃到哪边 泰国 逃到菲律宾去 也不一定比较好 除非说你很有钱 对不对 你很有钱 那当然你在那边有产业 那边也是消费贵 对不对 你说现在 美国不用讲 那些先进国家不用讲 现在你去泰国也是很贵 好不好 对不对 而且泰国自然也 其实也不怎么好 卫生也没有说那么好 对不对 那越南越南什么东西也很贵 柬埔寨也是什么都很贵 对吧 我就乖乖的 好好的 好好的做股票 好好的做股票 不要东怕西怕 我常讲真的人 就像八五二三的时候一样 对不对 刚害怕的时候 都是机会 对不对 趁着新的专案 父亲节的专案 好好的把握 188特殊的专案 像说真的 你说那时候去年很多 前年吧 很多人股票很便宜的时候 说真的 那时候你没看我的节目 蛮可惜的 那时候 台积电两百多吧 在这边嘛 8523嘛 台积电两百多嘛 我那时候在别家公司 那后来才回 重新回到亚洲 那时候两百多 我就要各位大买 所有的同学问我 我就说买台积电 两百多块 为什么 我知道 一个朋友 他的老板 大鱼 哦 天天吃台积电 天天吃啊 碟他都吃啊 这就是大鱼的风格嘛 做鬼要不是 不要跟个小朋友一样 我常常讲很多人哦 合一碟了 他也不是我会的 合一碟了 哦老师合一碟了 你是男人耶 你不要跟个小朋友一样 我讲得很认真 合一跌了又怎么样 他结束了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一直叫各位卖的 像这些驱动IC 对不对 你买在这里 当然不对嘛 当然你跌了你就要处理嘛 就像那时候 有人有驱动IC来找我 对不对 他说有天狱来找我 我都等反弹都卖在这里 都卖在这里 260 270 我就卖了 现在剩下多少 今天除钱不算数 昨天跌到130 又跌一半 因为这种是不一样 这种未来不会像 这边那么的好 很难啊 以产业来看很难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说好这边长冬阳明 我也认为会反弹 但是你认为他还会再来 200多块吗 我请教你 非常难了 你这边都是反弹上来 你该处理就是处理 我讲的都斩钉结底 因为孕价不会再创天价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合一 有没有机会创天价 有啊 那这东西 我们都要随时掌握 不要跌了 就跟小朋友一样 哀哀叫 来写来 老师合一点 我讲难听一点 第一个你不是我会员 我说我这次不会那么的好心 你自己坚强一点 对不对 股票 没有一买就会涨的 你一买就会涨 有啦 很多老师每天 一买都会涨 一买都涨停满 可以你去找他们 我拜托你们去找他们 他们这么厉害 我真的拜托你们去找他们 那你去试试看 对不对 自己小心一点就好 我只告诉你 对不对 大户在买股票 是不是那时候两百多块 跌的时候他也是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权利就是这样子买下来 但是两百多块买下来 接下来涨上来 我听说他出在四百多块 他不是买一张两张 也不是买一百张两百张 人家是百亿的资金 百亿 所以真的啦 做股票每个人格局不一样 我很讨厌那种 股票 小震荡一下 哀哀叫 真的 你如果格局不够 真的啦 你不要做股票 你把钱拿去 对不对 买点东西 买个 买一台好车也好 对不对 买一台好车你开的爽 不要做股票 真的 做股票不是人做的 我常常讲 错股票没那么简单 当然这次你 就是碰到这样的利空 我觉得又是一次机会 当然你现在去买台积电 你说要赚大的钱要赚好几倍 这个已经机会不大了 你除非说要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因为毕竟现在台积电也是五百块 你没有两百多块可以减 但是其他的股票有机会 其他股票 就像说我说创意低了 绝对有机会 创意你要会做价差 对不对 合一 当然 如果他的所有的挑战都OK的话 当然有机会 甚至还有很大的机会 当然 你说中国大陆药政 当然也是要考量一下 这边来说当然政治 要考量一下 但是也不用去听一些谣言 好不好 我讲到这边为止 其他的我不多说 那网路上的东西 你也不用去过分的相信 对不对 网路上一堆妖魔鬼怪 你自己 我常讲 你自己做股票 你的尬词要勾 你的尬词要勾 好不好 当然很多股票 其实长线都很好 你说像台亚 绝对很好 第三代办哪里怎么会不好 对不对 这个未来都是高成长 你看今天的汉蕾也是有趣 这空单还不补 我就看这些空单怎么玩 你看今天汉蕾也是先拿起来 所以 接下来 当然 是有利于多方 我觉得就是 反正飞弹就射就射了嘛 跑不掉就跑不掉 就努力做股票 好不好 努力做股票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好好的把握 现在齐渥是涨39点 但是也不用看现在 反正明天应该 可能还是震荡一下 但是呢 震荡中 请你找低点 好好的把握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188的专案 把电话拨通 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做 也欢迎各位 一起来操作顺利 也祝各位操作顺利 撞到前明天再会 拜拜